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从未停止过 为了保护海外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已迫在眉睫 然而 在强大的海军也是要一些配套的补给设施 只有拥有自己的补给基地 才能在海外长期有效的保护我国利益 对此 我国2016年宣布 将在非洲吉布提设立自己的补给基地 在经历两年多的建设后 如今他们已经出具规模 我国军事专家李杰在此前的节目中就表示 吉布提基地目前还只是一个功能相对单一的前线保障基地 未来肯定还将建设专门的大型港口 以弓箭船停泊的 至于预测 最近得到了验证 据英国检视房屋8月16日报道 商业类型摄影照片显示 在吉布提进海 一座长达400米的长条形建筑拔地而起 经观察 这个建筑应该是中国新建的大型码头 该码头自今年4月份开始建设以来 一直保持着飞快的速度在改变 该码头建成后可以停靠中国目前在意的所有军舰 包括5万吨的901型综合补给舰 更值得期待的是 在战争期间 它理论上可以停靠至少4艘052地区逐舰 或者6艘054A部为舰 亦或是即将服役的航母 就此看来 它对于中国海军来 说意义已经不言自明 虽然该基地建设工作已经进展得相当顺利 但是由于未知的特殊性 它离附近的美国和日本军事基地都很近 今年也一直有外籍不怀好意的人前来侦查回太基地的建设 美军甚至还捏造一些不实的新闻来给我们制造麻烦 这对我们的防卫工作带来了挑战 不过 这都无法阻挡我们捍卫国外利益的决心 相信极不提大型码头的建设 只是我国外向海洋强活 路上的坚实一步 而不是最终的终点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